看雷蒙多最新的消息 他抵达了北京 那他是最近这一年 美国的高官到大陆当中 唯一由北京的正式邀请 他是不是要带份礼物呢 他已经抵达了北京 那既然是正式邀请 由大陆商务部的美大司司长 还有美国驻中国大使伯恩斯 到机场来接机 那雷蒙多这个人 大家看他以前是个大学霸 大学霸对不对 哈佛学历非常的显赫 经历也很显赫 担任过州长律师 还有风险投资家 他在这个风投的部分 我们看到表现非常的亮眼 换句话说有人说 他在风投很长的时间 养成了他一种个性 你知道风投每天就起伏很大 所以他对于很多大变局认为 他是比较能够淡定 他是比较稳定 比较能够持平看待这一切 这是今天很多对于这件事情 他的个性 他的人格特质的一个描述 那28号中美举行了 这个商务部的一个会谈对接 大家看到一样是中国的态度 两边的国旗 有没有 然后长桌 这个雷蒙多跟王文涛坐中间 旁边是工作团队 基本上只要是大陆 官方邀请 不管是国家大国家小 一定是呈现这种对等的 这种座谈 一谈谈了两个小时 算长还是算短呢 王文涛说美中经济关系 不只是攸关这两个国家 也关系到其他国家 但是北京愿意努力 为美国跟中国企业 更紧密合作 创造更多有利的政策环境 促进双边贸易投资 这个善意摆在前面 对不对 那雷蒙多说什么呢 他跟中方官员会谈 他说世界两大经济体 拥有稳定的经济关系 非常重要 所以如果我们展开 直接开放跟务实的交流 就能够取得进展 好 看起来这个开场白 有没有 看起来这个话 讲得都很心胸开阔 好像不设限 但好像也不是 小建长你看 雷蒙多过去对于 这个中国大陆 向来就是很鹰派 对不对 向来他的发言 非常非常的不友好 这个部分呢 跟这个叶伦比较起来 叶伦感觉上就比较温和 他呢就是感觉上 在言论上就比较刺激一点 他说呢 反华前他说 我在中国的时候 可不会手下留情 但我打算务实一点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造句 你有跟上吗 在中国做生意 跟向中国出口 面临很多挑战 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 伤害了美国工人跟公司 中国伤害了美国工人跟公司 然后记不记得 二零二一年的时候 他话讲得也很重 他当时指责中国侵犯 美国公司的知识 这个产权 同时他说 中国政府为美国公司 在中国展开业务 设置了各种不同的障碍 所以我们梳理了 他过去的言论 乃至于他访华前的言论 看起来还是 当然了 大家知道拜登要选 他总是要讲一些 这个符合有没有 政治正确 但是他既然是 唯一拿到邀请函 正式邀请 总是有一些 他的本事 或是他的 被需要的感觉 那会是什么呢 这个美国限制清单 解禁了27家大陆企业 8月21号 这被认为是一个难得的 友善的一个具体行为 难怪雷蒙多 可以拿到北京的邀请函 被认为可能是一个交换 但是不久之后 我们看到布林肯就宣布 中国存在人权问题 要依法限制部分 中国官员的签证 8月23号 美国又宣布对台湾军守 又被认为是丢出了 当然了 美国的这个战略 向来是如此嘛 边打边谈 那有时候就是双边 友善的跟不友善的 一起丢出来 所以你怎么看待 雷蒙多这次到达北京 北京会给他礼物吗 他会给北京礼物吗 双方的这个友好开场 会以友好来收尾吗 不一定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谈判本身 我们刚刚上一节在谈谈判 现在又是谈判 其实就是核战两手策略 我们这样看 如果说我们仔细地看一下 华尔街日报 他是怎么样形容 这个雷蒙多访中的一个行为 他是讲说 他最重要的是在保护 美国的经济利益 他要保护美国什么经济利益 不要忘了 之前家跟者是不是已经被管制 之前美光是不是被制裁 而且中国的前商务部部长 特别讲了 后面还有中国已经准备好了 一套一套的策略来反制美国 所以雷蒙多其实也就是来 借由谈判来探一探 可能是什么 那另外呢 如果说我们来看 那个美国之音的说法 他的说法是什么 他的说法是说 美中稳定 经济关系是全世界之所望 的确是 但是下一个题目 马上就会谈到 有关于金砖的问题 其实美国对于金砖的 现在又纳入了这么多的国家 他心里是有所忌惮的 然后 实际上我们来看最大报 也就是说纽约时报他怎么讲 他讲说雷蒙多前往中国 是既触境贸易又限制贸易 这个真是讲到痛点了 他一下 其实我们看 从拜登上任以来 这么久的一个贸易战 幕后黑手是谁 幕后黑手就是雷蒙多 所以 当然 中国会邀请他来 然后希望 不要再继续的贸易战 其实这对于两国来讲 都不是一件好事 那那个实际上 曾经获得 那个诺贝尔经济学奖的 那个 德主他也讲过 克鲁曼他也讲过 他说其实 我们来看中美两国的GDP 事实上美国现在是赢过中国的 可是如果我们来看 那个购买力平价的话 那就不是了 那就是中国是赢过美国 所以我们现在来看 其实中国跟美国 现在是一个旗鼓相当的一个态势 然后他请雷蒙多来 然后给了一点善意 然后大陆最终是希望 不要再有这种贸易战 然后事实上来讲 促进双方贸易的健全发展 好我让这个寒冰来补充一下 你怎么看呢 那雷蒙多说实话 他讲这些话 什么不会手软等等之类的 这些都不让人意外 符合他一贯的口径 中国大陆为什么要给他邀请函 中国大陆希望借着雷蒙多来 能够得到些什么 今天我看到中国大陆所有的评论 大家都围绕在一个口径 那就是他讲什么一点都不重要 要看他接下来做什么 所以呢雷蒙多既然能来 是不是表示先通过了第一关的考验 他有一些是让中国大陆觉得有需要的 我觉得当然就是在雷蒙多能够成行之前 彼此在台面上或私底下 都释出了一些善意 不然的话不可能会有这次成行 而且雷蒙多是这连续四次 包括布林肯 叶伦 凯勒 他是第一个中方直接说 这是我邀请来的 对 所以这个意义相对是不同的 那也是因为雷蒙多 他虽然自己本身是非常反中的 他是一个鹰派 反中鹰派 可是问题他本身负责的商务部 那在商务这方面 美中之间确实有很多可以谈的 那有一些东西当然 雷蒙多不可能放手 所以他在出发之前一定要强调 说这些国家安全的事情 我绝对不能放 我绝对不会随便让步 可是他自己也予有所指的说 可是我还是会想要 他在那边想要谈一些事情 就变成这样子 也就是他自己也知道 他在美国说的那一套 不可能完全到北京也可以试用 如果到北京试用 那你大概就不用去了 你自己在美国讲就好了 那谈判就是这样 你一定要有一些彼此有一些筹码 有一些让步的空间才有得谈 所以我觉得雷蒙多有预期一些让步 可是我必须讲 这个让步空间不会大 所以同样的 中国大陆有没有做让步 也有啊 比如说第一个 我直接对外公开承认 我邀请你 第二个 中国大陆马上释出善意 说之前停了很久的737max 我现在重新开始 OK了 但是请注意 中国大陆这个单子跟美国 那个说那27家企业 我从名单中拿掉 其实都是一个 微不足道的让步为什么 因为中国大陆那个订单 是本来就有了 只是先前暂停了 我现在重新恢复 那至于说那27家企业呢 他没有被开始制裁 他只是本来说 我要开始查这27家企业 是不是真的要制裁他 那现在是暂时把他移出来 就不用查了 那所以双方都是在 我根本还没做的事情 我现在放一点点善意 可是雷蒙多要的是什么 雷蒙多要的是 我一方面 我还是要继续限制 中国大陆的AI啊 然后半导体产业啊 这些东西 要保障美国的利益 可是你中国大陆 还是要跟我买东西 特别是737max 你要跟我买更多 可是你觉得 这个有很容易达成吗 我觉得恐怕未必 我觉得双方这一次 尤其是因为雷蒙多总共四天嘛 然后他接下来飞上海 那会就一些细节的东西 双方会彼此沟通讨论 可是你说会有什么 突破性的进展 我认为不会 因为真正有突破性的进展 我觉得会等到什么时候 等到王毅去美国的时候 但四天其实不算短 是 你看到布林肯来就要 跟沾酱油一样 对啊 所以雷蒙多来四天 其实如果真的要谈 是可以谈出一些东西 对 但是因为美中之间的纠结太深了 尤其是彼此都互相又制裁 有一些地方又做了一些让步 那你要一下子有什么 哇两个言归于好 然后能共同协力发展 根本不可能会发生这种事情 所以大概也就是 如果双方有一个中型的让步 我觉得就算是一个很美好的结果 所以我觉得林肯多会先把一些 前置的一些东西先差不多谈好 然后等到王毅去美国的时候 就敲板定案 但是问题来了 如果说这一次没有谈好的话 搞不好王毅美国都不去了 这也是有可能会发生的 那如果王毅去了美国 那表示双方更进一步 那拜习惠就真的有谱 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 一关一关又一关 所以到现在 雷蒙多这只是第四关 对 要过五关攒六将 还有一关跟两将 慢慢攒吧 对但这一关至少邀请韩有拿到 是啊 但大家放心啦 雷蒙多回去之后 美国该制裁还是会制裁 对 该围堵的还是会围堵 都不会改变 对不对 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我吃了两三天 最明显的感觉是睡眠品质 竟然变好了 睡得好 让我整个人工作更关注 心情也变得更稳定更好 因为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才让我认识到克肺尔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种 和益生菌所组合而成 不仅能够维护消化到 机能肉厂运作 还拥有多种有益健康的 保健功能相当强大 专门研究它 称它是神仙的礼物 上千篇的国际研究证实 克肺尔益生菌 不仅帮助肠道健康 肠道菌透过肠脑轴 影响全身器官 所以维持肠道菌从的平衡 是解锁身体健康 精神健康的钥匙 对帮助睡眠维持好情绪 真的很有感 也因为这不是药 有积极的敏感代谢困扰 关心恶性细胞风险的好朋友 选择太阳星全校克肺尔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养 身体健康没负担 每日克肺尔时刻美好 Bootfeel feel good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有额外的折扣 最后讯助理 也别乱了 最后认为 因为不一定贷 这点不一定贷 请上快点赞 和声音 进入推荐